第958集 九里图平静了下来 内运的神棉陷入沉水 轻飘飘地向地上坠一去 武警虚空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强者在紧张关注 他们知道 今天多半有天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一件地兵可能要一主 然而 等了很长时间 也未见斗战圣佛出现 九里图落在地上 无人去捡 这一刻 所有人都终于按捺不住了 冲向那件地兵 九里皇主更是亲临 一道身影快过闪电 一夜凡就在战场中 掌握有形字绝 自然第一个冲道 一把将古卷抓在了手中 当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傻了 他大喊了一声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他手持古卷用力抖动起来 一片惨叫声传来 在一息箭被划成了截灰 根本挡不住地兵一击 九里图 一件恐怖的击倒地兵 可抹杀人间一切高手 为世上终极兵器 此时被叶凡一把攥在了手中 哗啦啦抖动 一种踏遍三界六道 毁灭万物苍生的波动 瞬息如潮汐一样冲出 一片惨叫声传来 在那前方一群修士 如稻草人被点燃 几乎一数换间就四分五裂 而后成为了灰景 在极道神威下 任你绝代天骄 拥有天大的神通 也不堪一击 如土鸡挖狗一样 会于书问间被打个稀巴烂 什么都剩不下 九里图斩动 如一片又一片的大世界 在起伏 催灭众生 所有生灵都消逝 世界归于原点 攻击力 吓人到窒息 这是一股非人力所能对抗的可怕神能 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 党者披靡 全都在第一时间成为了鸡粉 很多修士 只发出一声惊惧的叫声 就永久的从世间除名了 当中包括近二十名半部大能 更有诸多名宿 也凡大喝着都给我去死吧 他是打出了真火 被人围攻 又有几道兵器镇压 九死一生 终于是破局成功 一只金色的大船军裂 两位大能跌落出来 全都在第一时间死于非命 一口金色的古塔炸开 又一位绝顶人物坠落下高空 当场成为一片碎骨雨烂泥 而后灰飞烟灭 一声巨响 一盏圣主及铜灯爆裂 火焰滔天 一位大人物魂飞魄散 什么都没有留下 血光冲天 接连五名大能被九离徒震死 都只发出一声不甘的惨哼火低吼 就永远的从世上出名了 九离徒 根本不可挡 如古之大地复苏 拥有无穷力量 可毁灭任何敌手 强大如圣主 在他神能下 也都如蝼蚁一样 叶凡的眼睛很犀利 姓萧的 你想走吗 见到了天际尽头的萧太师 脚踩行字绝就追了过去 抖动九离徒 这样一件击倒地兵 常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拥有它 就如同掌握这片大世界的生杀大权 几乎是无所不能 任你天大的英雄 被其覆盖在下方 也只有死路一条 连只虫子都算不上 无一丝还手之力 萧太师神色残变 大吼了一声 不 整个身体都燃烧了起来 点燃自己的本源 化成一道流光 冲出去上百里 但是 一切都是徒劳的 九离徒遮天 哗啦啦抖动 一下子就扑展了开来 快速的蔓延至近前 一味绝顶大能亡命飞顿 都根本逃不出其恐怖神能范围 古卷横天 一下子就淹没了天地 卷了过来 萧太师大口喷血 驱赶当时就裂成了七段 冲向四方 鲜血染红了长空 他惊恐大叫 生死就在眼前 一切都是因为 他的孙子萧明远而起 到头来 将整个萧家都搭了进来 他心中惶惶大喊着助手 恐惧到了极致 如果可以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来换取生的希望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 到了这一地步 根本不可能有回旋的余地 九离徒 如一片汪洋一样 在一刹那间铺展树百里 将这方天地淹没 萧太师直接气化 被蒸发了干干净净 神魂一干涸 永远消失 另一个方向 九离神朝的皇主 口诵咒语 如一只大鹏一样圆断 根本没有片刻停留 暂时舍弃击到地兵 叶凡大杀四方寻找敌手 他恨透了这帮人 让庞伯里 黑水等重伤 让鸡家小月亮垂死 此时他想将所有人都给干掉 王腾 你给我滚出来 终于 叶凡发现了王腾的踪迹 在数百里开外 拎着九离徒就追了下去 古圈如天浩瀚无边 扑展向天际 金色的古战车翻了过去 王腾如滚地葫芦在虚空中翻腾 无匹的极道神威 强大如他也承受不住 不过 好在他足够远 在数百里外 并没有真正的恐怖波动中 只是受了一点波及 然而 即便是这样 他也遭受了重创 大口磕血 形体差点碎灭 浑身都染血 九离徒铺展 如洪水滔天 无边无际 一夜凡大战八方 党者披靡 北地遭受重创 但却根本不敢停留 不然的话 那些大能便是前车之剑 死无葬身之地 碰的一声 仅仅是拨动最外围的一丝地兵威压 就将其金色的古战车 打翻出去上千丈远 而后重重地撞在他的身上 他大口喷血 浑身军力 骨头嘎嘣嘎嘣作响 跟炒豆子一样 差点寸寸断裂 不得不说 古之大地的兵器太恐怖了 有无穷无尽的神能 九离徒依然在斩动 蔓延向四面八方 将天地都遮盖了 关键时刻 金色的古战车上 出现一尊古地虚影 目的睁开双眼 绑齐挡住了席卷而来的洪水 但是这尊古地却也碎掉了 被打得破灭 王滕披头散发 王命飞逃 这是他出道以来最惨的一次 何曾被人这样重创过 连诸圣主见到他都发出 叶凡大吼着王滕你给我去死 彻底叮嘱了他 不过短时间内却难以追上 催动地兵太耗费力量了 强大如他的体质 浑身晶圆都快干涸了 碰的一声 王滕又一次被金色的古战车撞飞了出去 骨头断裂了数十根 但是 毛子却很冷冽 口中 莫送古咒语 虚空大开 一个金色的洞穴出现 像是通向无上天界 金色的古战车 载着他冲了进去 即将消失不见 哗啦啦的 就离途斩动 叶凡拼尽力气出手 想留下北地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可怖的大敌 当时称雄 将来没有几人可制衡 虚空中的金色洞穴 被打得崩裂了 可以清晰地见到北地身子扭曲 而后变形浑身都染血 白骨茬森森 但是 金色的洞穴终究是消失了 不知其生死如何 不见了他的踪影 不论他的生死如何 堂堂北地被打成这个样子 总算是让叶凡 出了一口恶气 当然 如果将其给活劈了 他会更畅快一些 到了这一刻 叶凡真的有些支撑不住了 方才发挥出那样的威势 还有姬子月之前的功劳 度给了他无穷的法力 堪比一代胜主 而今姬家小月亮已经半昏迷了 重伤垂死 不能再为其传送法力 纵然如此 叶凡手持几道地兵 还是非常恐怖的 他为姬子月等人 贯住生命神权 自己也在大口喝 只为催动地兵 真是缘分啊 你们都给我下地狱去 叶凡横扫朱迪 在这个方位遇到了万出玉子府的十几名太上长老 当时就杀了过来 久离途一展 这些人面如死灰 死命的逃顿 浑身神眼熊熊燃烧 恨不得将自己的本源 于一息间 烧个干净